马尔谷福音第五章 他们来到海的对岸格拉撒人的地方 耶稣一下船 即刻有一个负邪魔的人 从坟墓里出来 迎着他走来 原来那人居住在坟墓里 再没有人能捆住他 就是用锁链也不能 因为人屡次用脚料和锁链将他捆覆 他却将锁链争断 将脚料弄碎 没有人能制服他 他昼夜在坟墓里或山林中喊叫 用石头击伤自己 他从远处望见了耶稣 就跑来跪在他前 大声喊说 至高天主之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看 我因着天主示求你 不要哭害我 因为耶稣曾向他说 邪魔 从这人身上出去 耶稣问他说 你名叫什么 他回答说 我名叫金链 因为我们众多 他再三恳求耶稣 不要驱逐他们离开此地 那时 在那边山坡上 有一大群猪正在牧放 他们恳求耶稣说 请打发我们到那猪群 好让我们进入他们内 耶稣准许了他们 邪魔就出来 进入了猪内 那群猪约有二千 便从山崖上直冲到海里 在海里淹死了 放猪的人就逃去 到城里和乡间传报开了 人都出来 看是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来到耶稣跟前 看见那个附魔的人 即为军旅所赴的人 坐在那里 穿着衣服 神智清醒 就害怕起来 看见的人 就把附魔的人 所遇到的事 和那群猪的事 都给他们述说了 他们便请求耶稣 离开他们的境界 当耶稣上船时 那曾附过魔的人 恳求耶稣 让他同耶稣在一起 耶稣没有允许他 但对他说 你回家 到你的亲属那里 给他们传述 上主为你做了何等大事 怎样怜悯了你 那人就走了 在石城区开始 传扬耶稣 为他所做的何等大事 众人都惊奇不已 耶稣乘船又渡回对岸 有大伙群众 聚集在他周围 他碎留在海滨 那时 来了一个会堂长 名叫亚伊洛 一见耶稣 就跪伏在他脚前 恳切求他说 我的小女儿 快要死了 请你来 给她副手 叫她得救回生 耶稣 救同他去了 有一大群人 跟随着他 拥挤着他 那时 有一个妇人 患血漏已有十二年 他在许多医生手里 受了许多痛苦 花尽了自己所有的一切 不但没有见效 反而病逝更加重了 他听了有关耶稣的传说 便来到人群中 从后边摸了耶稣的衣裳 因为他心里想 我只要一摸他的衣裳 必然会好的 他的血缘立刻和结了 并且觉得身上的疾病也好了 耶稣历时觉得有一种能力 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人群中回过头来说 谁摸了我的衣裳 他的门徒向他说 你看 群中四面拥挤着你 你还问谁摸了我 耶稣四周观望 要看做这事的妇人 那妇人明知在自己身上 所成的事 就战战兢兢地前来 跪伏在耶稣前 把实情完全告诉了他 耶稣便向他说 女儿 你的信德救了你 平安去吧 你的疾病必得痊愈 他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会堂长家里来 说 你的女儿死了 你还来劳烦师父做什么 耶稣听见所说的话 就给会堂长说 不要怕 只管信 除博多路 雅各伯和雅各伯的弟弟 若望外 他没有让任何人跟他去 他们到了会堂长的家里 耶稣 耶稣看见群众非常宣造 有的哭泣 有的哀嚎 便进去 给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宣造哭泣呢 小女孩并没有死 只是睡着了 他们都讥笑他 他却把众人赶出去 带着小女孩的父亲和母亲 集同他在一起的人 进了小女孩所在的地方 他拿起小女孩的手 对他说 塔里塔 古墓 意思是 女孩子 我命你起来 那女孩子 就立刻起来行走 原来她已十二岁了 他们都惊讶地目瞪口呆 耶稣却严厉命令他们 不要叫任何人知道这事 又吩咐给女孩子吃的 友善 你 Northern 两个跟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